美国总统大选正式开跑之后 现任的总统拜登 有一些些他自己目前的优势 比如说2021年 他正式推出了基建法案 这基建法案商机陆续的爆发 其中光是宽屏网路 预算高达了650亿美元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 这块饼这么的大 台湾厂商谁吃得到 我们请您上台来 这基建当已经讲了好久 我们今天focus在整个的宽屏商机 因为工研院领着我们的发哥 有了非常不错的挑战 没有错 因为事实上当然 接下来的All RAM当中 其实软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个是工研院的强项 的确也跟国内的一些厂商 有做计转这样的一个合作 这个部分我稍后再来跟大家细看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刚刚所谈到的 这个美国基建的大饼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 所以拜登阵营主打的是 拜登经济学 是以2021年推出基建法 刺激疫后经济复苏 为主要的一个政绩 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关键 就在于宽屏网路 宽屏网路建设的预算 是高达了650亿美元 而且在去年底 他推出了宽屏公屏接收计划 让宽屏网路像水啊电啊 为每个美国家庭必备 因为说真的 大家会想说 美国那么先进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人比较少的地方 他可能网路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他希望说 这个宽屏网路 他能够让每一个美国的家庭 都能够享受到 所以你说如果说 从预算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道路桥梁最多是1100亿 然后铁路交通660 然后宽屏网路650其实是在这个基础建设当中 我想相对那个占比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2023年10月 就去年10月份的时候 他们也发布了一个宽屏公屏接收跟部署计划 要施支420亿美元 让每位美国公民在2030年的时候 都可以负担高速网路 所以这个是这个拜登经济学 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 那事实上不只是这个美国基建的大饼 因为最近这几年的科技发展 或者说是这个震惊情势 它的确也让这个5G的发展 开始有一些显著的一个成长 那其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像是新冠肺炎 COVID 对因为事实上 之前我看一个很有趣的那个论点 Nike讲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鞋子 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创意 因为大家都在那个家里上班 不用太花笑就对了 你没有进入到这个公司 感觉好像就 虽然有些事情在家里也可以做 但是好像就少了些什么 少了压力的感觉 但问如何呢 新冠肺炎它带动的远距跟数位转型 这个的确对于网路的需求 我想是比较明显增加的 那另外包括什么 包括美国干净网路政策 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这个基础建设 那另外因为这个美中科技战的关系 他们有讲说 这个中国的那个网通设备 会不会把美国拍到的东西 然后传回到中国的这个伺服器 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网通厂来讲 当然会是一个机会 那另外就是这个AI科技风潮 那之前我们都在谈那个什么 以文生图 然后以图生图 但之前有一个叫Sora 就是说我用做影片 对我给你一些文字的叙述 然后你可以做个30秒的影片给我 那大家就要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他做影片 然后如果要传给你 然后先转圈圈 感觉那个feu就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他做那个影片 如果说又那个画质又比较高的话 那如果传输太慢 好像大家感觉 看起来那感受就稍微差一点 所以你做得出来 传不过去 也是枉然 对就是枉然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从这个AI科技的一个发展 它其实也会牵动5G的一个发展 那事实上 这一次当然是工业院提供 那其实我有稍微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有讲到6G这件事情 那6G这件事情 其实很有趣 根据这个工业的讲法是说 2028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会有一些测试网 就讲全球 到2030年的时候 会开始做商用 但是现在是 营运商跟设备商在做博弈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是电竞公司 他就讲说 你2023 2030就要商转 我现在投5G的设备 我都还没有回本 他不希望那么快 但是对于设备商来讲 他们希望说 你有新的传输的规格 当然我就可以有新的 那个商机存在 那这个我觉得 后续大家可以多观察 但无论如何 我想网路越来越快 这个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你刚刚讲到的 All-RAM 什么叫All-RAM 对那All-RAM呢 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 开放性的无线接入 接入网路 那这个是 这个首字母的缩写 所以这是一个 新的网路架构 架构的模式 那它是由多个供应商 硬体跟软体的系统 来做组成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提这个东西 基本上这个从 4G的这个后期 其实就大家就开始 谈这个东西 因为过往1到3G 1G到3G的 这样子的一个 通讯技术 那时候其实业者 大多数采用 国际品牌的大厂设备 那事实上就三家 稍后我们会谈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只有 如果只有三家 做供应的话 就是寡占 垄断 大者恒大 那其他对其他人来讲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 但如果说你接下来进入到 所谓的开放性的无线接入网络 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子来讲 就有点类似 这个是iOS 我就是苹果的 然后这个就是Android 就是你谁都可以做 对 那它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往这个Orang去做发展 其实对于一些白牌的供应商也好 或者是品牌的供应商也好 他们其实都可以跨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所谓的Orang 有点像现在手机的Android系统 就是开放系统 开放给大家 开放给大家 大家拿到这个系统之后 自己去连放 对你只要有那个技术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做了 了解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就是因应竞争 所以你要需要提供更具有CP值的高价值方案 就是说过去反正就说我有啊 你爱用不用啊 但现在不是啊 现在如果说你觉得说我价格不愿意降 或者说我不愿意配合的话 那我可以找其他的供应商来帮我做 所以这个是Orang的这个整体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是哪几家 其实过往是华为 Sony Ericsson 这个应该说Ericsson 然后Nokia跟中芯三星这些公司在做分食 那最主要就是华为爱立信跟诺基亚 这三家是过往在1G再到3G的时候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独占的大型的设备 但是如果说Orang的标准设立之后 那因为美国我们刚刚讲嘛 他们要去重化 所以对于台湾的厂商来讲 他就是我用原本的硬体 就可以去掌握这样的一个商机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原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一个所谓的网通的这种传说过程 像原本的这一块 就是不论是R这个是无线单元 集中单元跟分散单元 他们各有各的功能 但我要讲的是说 过往其实传统电竞厂商 就是这三家公司 他们其实就做这一整块 那就全部的饼都给他们吃了吗 全部都给他们包掉了嘛 但是我现在如果做Orang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你看像是硬体有这么多公司 然后在这个O的RU 就是无线单元的部分 你看国内有这些厂商 然后在CU的这个部分 当然就工研院 然后资测会跟宏达电 那DU的部分 你看可以看到像是云达 研滑 银叶达 就有我们的份了 对 就是你可以做的 这个厂商跟公司 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的确 对于台湾的厂商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一个商机 他们在未来AI的趋势当中 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在 其实你现在如果说 要做这个所谓Orang的话 就是硬体跟软体的结合 所以我们刚刚 我们先回到商业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工研院的部分 它其实都负责软体 对 所以你的硬体的厂商 基本上你就等于是 最难那一块 其实已经有公司 帮你克服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然 对于国内的厂商来讲 就是说过往 我们可能只能够 你要打入到 这些供应链当中 你可能只能够吃到 一些小的商机 但我们现在有了 工研院当后盾了 没有错 我们有软体的优势 所以就有机会 吃到整个全球市场的商机 就不一定要看 这些大型的 这个网通设备厂的脸色 OK 好 除了美国基建之外 到底未来的大商机在哪里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未来的一个主要的趋势 大概会往几个方向去做发展 包括了高功率 多天线跟高容量 那过往其实 台湾厂商的限界段产品 大概就是in-door 就是在室内为主 就是说我 因为台湾的那个 台湾的那个网路的普及率 真的非常非常高 你可能去星巴克 星巴克有吗 就是那个 那个路易莎也有网路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你进到室内之后 其实你要连接网路 是很容易的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 因为其实户外 因为台湾是比较特殊 台湾就是我们的网路普及度 非常高 而且我们地方比较小 但对于这种全球来讲 其实你的网路 如果能够在室外 能够做使用 这个其实是未来 主要的一个趋势 所以为什么会谈到说 高功率多天线 因为我如果说功率太低 我能够传输范围 我就相对比较少 多天线当然就是我可以传输的范围 相对来讲会比较宽 所以这个会是未来主要 网通厂会比较发展的方向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高功率跟多天线这个方向为主 好所以听到这里 第一个 这不管是美国现在未来 在总统大选主打的基建商机也好 或者AI应用的商机也好 过去他们三家大厂独占 在这次我们的工研院的软体 当back off之后 我们就大有可为了 接下来哪一些厂商 可能受惠最多 对那现在如果说 以这个计转的角度来看 大概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地面广 就是这个多天线跟高功率的 危机站解决方案 就能够达到地面的 这个覆盖的范围能够比较大 那有计转的厂商 包括了像是明太 包括了像是微影 包括了像是企机 那如果说是地面增强的话 就毫米波 那这个部分 其实代表的厂商 则是有光宝科 空中覆盖无私角 这个其实就是低轨卫星 那刚刚其实祝华一开始 有谈到就是说 他有跟发哥做合作 这个问题我特别有问 因为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是说他做卫星当中的什么东西 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 就是说接下来的手机 他可能都有那个 卫星的通话功能 对不对 那卫星通话功能不是说 我把晶片放上去 我弄个接受器就可以 你必须要去做调整 所以因为联发科跟工业院 都是国内的 就是可以直接沟通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他们就是请 就跟工业院做合作 然后去调说 那我这样我的晶片 我就可以去使用这种 所谓的卫星通话的功能 所以未来 如果说接下来 联发科新的晶片 我觉得应该就会有机会 看到那个卫星通话功能 那我特别问了 高通现在跟谁合作 高通现在跟那个 那个爱立信合作 对对对 所以所以你看就是 你看高通跟爱立信 然后我们跟工业院 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工业院的技术含量 我觉得是蛮高的 了解 谢谢 谢谢明哲帮我们上这一课 请回座了 所以现在工业院也吸走 国内的网通厂商 挑战的是全球公网通讯技术的设备了 在接下来 什么时候开花结果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好 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还要反映一下 在昨天联准会会后记录 对于整个市场的反映 但是在接下来 财报将会怎么反映 在个股当中 可可老师 我们请您上台来 今天先跌了一百七十多点 我担心的是指数今天收最低 但我期待的是 其实今天上涨加速 是比下跌加速都还要更多的 明天台股哪些关盘重点 如果在这波想要买到低点的人 你要期盼这波跌快一点 因为你才会有更好的机会 因为在相形格局的操作当中 买低卖高是赚钱的方法 如果都是追买在压力区 不会赚到钱的 大盘短线是处于二零五七九 到两万点之间的修正整理 这个地方容许一百点的误差 那行情是属于个股的表现 所以我就说重股票轻指数 那中线进入了整理的阶段 操作是怎么样 那这四个字一定要 这五个字要记起来 是选股不选市 不用去看指数选股 那要保持灵活宽松的策略 台股能不能继续向攻往前 那要紧盯反转的反弹的讯号 是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转为反转回升的讯号 那三大要件 那明确的做多 把握逢低布局的机会 配合未来落底的讯号的浮现 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接下来下沙 就是探底跟主体 在探底跟主体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握做多的机会 做好挡数的控管 操作主轴 去选强势的热门 波段股来做应对 比方说后面有资金的挹注 未来的营收成长 或者股价积极比较低 或是趋势一直往上 不是往下的 这些股票都是在 这个阶段的区间当中 我们讲说选股不选市操作的标的 谢谢葵郭老师 谢谢今天在座来宾 准备了这么多丰富的资料 选股不选市 不要被指数给吓到了 今天台股跌了174点 但是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 台指期的夜盘 还有今天的美期 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所以明天到底有哪一些的 影响市场的因素 大家再做一个小学功课 锁定稍后11点半 中的夜线新闻 明天同一时间 回头锁定前线百分百 我们明天见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感谢观看